第2576集 魏颖被绝寒帝尊放逐此处 若是能领悟万须寒心诀 魏颖将一飞冲天 若是不能领悟 魏颖便将陨落于此 永世冻结 不得转世不入轮回 呼啸的狂风不断吹过来 魏颖体内的灵气都被冻结 无法调动 身体被如同刀剑般风锐的寒风 不断刺破 血肉凝固 血脉停滞 漫天风雪之下 魏颖不去考虑外界的森寒 他的内心 他的意识 彻底放在万须寒心诀之上 哪怕痛苦万分 身处着森寒地狱之中 永无止境地可怕折磨 魏颖都坚持着不被影响 用尽全力 冒死领悟万须寒心诀 因为魏颖知道 只有领悟了万须寒心诀 自己才能在这治寒地狱中活下去 不然必死无疑 渐渐地 冰雪覆盖了魏颖 他化作了一道冰雕 矗立在这荒芜森寒的平原之上 任凭寒风吹拂 也不睁开那紧闭的双眸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 这一次他是生 亦或者死 无人知 与此同时 域外龙之谷 一道道龙吟声 震撤苍穹 龙之谷南湖与北湖之间 两方龙族中的年轻一辈 全都在兴奋 在咆哮 如今距离血龙与明阳龙尊之间的 一年之约 已经越来越近了 而北湖和南湖之间的斗争 也越发激烈 这些日子里 北湖派的明阳龙尊 居然违背约定 暗中勾结了底渊殿 获得了诸天机缘 甚至彻底黑化 短短几个月时间 明阳龙尊接连突破 辉弘气势震撤云霄 让整个龙之谷都震动 北湖的辉弘宫殿之中 明阳龙尊一身黑袍 意气风发地 看着南湖的方向 嘴角勾起一道不屑的弧度 我如今已经突破到 乾坤境六层天 那条杂龙又是什么境界呢 明阳龙尊得意地想着 眼中却渐渐泛起冷意 上一次他压制自身修为 与血龙一战 竟然平手扶伤 如今想想都让他内心震怒不已 这一次我要让你知道 我明阳龙尊的厉害 我要彻底碾压你这该死的家伙 龙之谷应该由我掌控 明阳龙尊杀起森森地望着南湖 下一刻直接飞身而起 冲着南湖而去 看到明阳龙尊的动作 龙之谷北湖派的龙族顿时都兴奋了 一个个飞天而起 仰天咆哮 见状 明阳龙尊更加得意 来到羽化天皇宫外 大声怒喝道 杂龙 一年之约提前 你现在给我出来 若是愿意跪地认错 奉我为主 没准大战之时 我能饶你一命 明阳龙尊此话一出 整个南湖都震动起来 一条条魔龙飞身而起 看着明阳龙尊 恨不得将他活活吞噬了 血龙在南湖龙族眼中 可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哪里容许明阳龙尊 这般出言侮辱 只是此刻 就算明阳龙尊说的话 如此难听 血龙竟然都没有显露身形 这让一众南湖龙族 都心中担忧起来 尤其是南湖长老优越 此刻他身穿一身 黑色紧身旗袍 玲珑身段站在云端 明眸望着远方 蕴含着深深的担忧 帝尊几个月前便已经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帝尊在哪里 如今 马上就是一年之约 生死大战 帝尊到底 优越目光闪动 这些时日 明阳龙尊每一次突破 都要羽化到天皇宫 放肆挑衅一番 而对方的实力变化 优越也是看在眼里 明阳龙尊与帝渊殿勾结的消息 也被优越等人得知 不然他也没有这么快的突破速度 也因此 就算明阳龙尊实力变得如此强大 优越等人却对他更加不耻 更期待血龙归来 将明阳龙尊踩在脚下 彻底射服 而在这时 明阳龙尊看着没有任何动静的 羽化天皇宫 却是露出了猙獰笑容 和帝渊殿合作 果然是最好的选择 这血龙看到我实力增长这么快 已经吓破胆子 连出来见我一面都不敢 明阳龙尊心中得意万分 看着羽化天皇宫 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要不了多久 这神功便是他的 杂龙 不管你答不答应 亦或者听没听到 一个月之后便是生死之战 决出真正统领龙之谷存在的日子 你若是依旧不敢露面 那这龙之谷真正的至尊之威 我就当仁不让了 明阳龙尊声音浩荡辉煌 传遍整个龙之谷 有南湖龙族忍不住破口大骂 明阳龙尊狂妄 但对他所言却没有质疑 若是血龙连约定好的战斗都不敢赴约 那么他也的确做不了龙之谷的帝尊 优越看着明阳龙尊意气风发地离开 却是不禁跺了跺脚 感到无比烦恼 帝尊大人 一月之期 不知您能否归来 优越目光凝重 甚至闪过一抹惊恐 帝尊大人消失这么久 但愿不是遭遇危险 不然的话 我难活一百 就在优越忧心忡忡之时 一处凶器浩荡 凶威滔天 让诸天万界闻之变色的可怕兄弟之中 一条血龙伤痕累累 匍匐在大地之上 在这庞大血龙四周遍地尸骨 血腥气弥漫天地 大地上血水汇聚成河 与此同时 除去这些尸骨 四周便是黑暗的雾气笼罩 在这黑暗之中 无数双闪着幽光的眼睛 在不断地靠近 这座兄弟 正是域外十大禁忌之地之一的永恒兄弟 传说中永恒一族 关押域外犯下滔天罪孽 无尽恶果的可怕魔兽之地 而血龙消失的这段时间里 便是被带到了这永恒兄弟之中 要让他在无尽的战斗中 不断突破 不断强打 在血龙的不远处 两道身影悄然显现 他们凝视着黑暗中 不断靠近血龙的魔兽身影 却是摇了摇头 这悄然出现的两人 正是永恒圣王与颜坤 只是很奇怪 永恒圣王看上去 仿佛衰老至极 脸上的皱褶密密麻麻 整个人甚至需要颜坤搀扶 才能站立 说话更是颤颤巍巍 而永恒圣王与颜坤两人 很早之前便来到了狱外 永恒圣王第一时间 便找到了血龙 他很清楚 血龙是野辰的最大底牌 野辰接下来想在一次次博弈中取胜 血龙必须更加强大 为了让血龙成为 野辰在域外的最大助力 永恒圣王付出了不少代价 甚至是自己的寿源 唯有这样才能带着血龙成功进入永恒兄弟 而这几个月来 血龙便一直在永恒兄弟中战斗 面对永恒兄弟中无数实力恐怖 杀战略成性的乾坤境妖兽 血龙走错一步便是身死倒消 还会牵连到夜辰的计划 血龙在钢丝之上行走 在死亡之中跳舞 他完全凭借着自己的意志 自己的能力活下来 在与无穷妖兽的争斗之中 血龙化作一台杀戮机器 吸收所有妖兽的杀意 从战斗之中不断突破 此刻血龙已经是乾坤境五层天 他匍匐在地上 看着不远处黑暗中渐渐靠近的 充满杀意的瞳孔 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弧度 来吧 继续战 血龙猛然从地上飞天而起 浑身血光映照 一片片如同神经般耀眼的龙鳞 绽放着璀璨光滑 龙威席卷而出 血龙气势狂暴 杀意沸腾 竟然不顾身上的伤势 自己冲入下方的黑暗之中 主动攻击妖兽 捕猎他们 血龙可以吞噬其他妖兽的杀意 可以在战斗中不断变强 所以他在这永恒兄弟之中 却是丝毫不惧战斗 反而越战越勇 越战越兴奋 看到血龙冲入黑暗 和妖兽疯狂厮杀 感受着血龙不断增长的力量 永恒圣王略显浑浊的眸子 却是闪过一抹担忧 此刻 严坤看向永恒圣王 两人对视 却是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忧虑之色 血龙的突破速度 虽然很快 但是这一条路 越到后面越是艰难 而血龙已经快要达到极限 六道宗晋升为一等势力的事情 也已经过去了两天 这几日时间内 月魂域大小宗门 不知多少人到六道宗前来祝贺 献礼 对此 五段仓却是乐呵呵地全部收下 六道宗衰败以后 一直便被人看不起 如今总算是再度扬眉吐气 六道宗所有人都心情振奋 尤其是六道宗的弟子们 全都精神亢奋 一个个斗志昂扬 和之前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之前的六道宗一向被月魂域 各大宗门所小瞧 抵一 处于不断衰败的过程 因此 六道宗的弟子们 也都变得消极 没有了拼搏之心 如此一来恶性循环 六道宗只会不断衰败下去 因此 夜晨和五段仓 才要在这一次生宗仪式上 下定决心 为六道宗夺得一等势力的位置 就是为了让六道宗 再焕发生机 让宗门弟子重新振奋起来 夜晨与五段仓的目的达到了 而五段仓这几日 都在享受六道宗 成为一等势力带来的好处 夜晨却是并不在意 六道宗成为一等势力 获得的利益更多的是长久的 并非突然的暴力 因此夜晨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 最多也就是其他宗门 送来的不少礼物 夜晨作为生宗仪式的大功臣 挑选了几样自己看得上眼的 六道宗的一众弟子 虽然没有跟随夜晨 一同前往生宗仪式 但也从杨千玉等人口中 得知了夜晨的辉煌战绩 他们也因为夜晨的各种壮举 对夜晨崇敬万分 彻底认同夜晨这位大师兄 这两天 不少弟子都上门向夜晨道歉 就连曾经和夜晨爆发过矛盾的 雷蓉等人也来了